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主机 首先我们看见的这个是键盘输入器 然后这是一个三位数的数字交往器的一个显示屏 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键盘 前面有1到9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输入 新号键是一个下方键 紧号键是一个上方键 然后名单键是一个确认键 然后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主机 首先我们按一下功能键 F1是一个设置ID 寻显时间设置 寻显时间设置就是交替显示 自动清除时间设置 自动清除时间设置 就是删除某一个号码 提示音乐长度 提示音乐长度就是播报语音的一个次数 F5是一个场景选择 里面有6种场景随意更换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设置ID的一个操作 首先我们按一下复位 首先我们按一下设置键盘 信号和警号一起按 然后按到它出现F1 然后我们按一下铃铛一个确认键 然后我们现在设一个号码 999号按一下铃铛确认 然后我们按一下新号键是一个退出键 然后我们现在按一下主机 也要设置一个ID 我们现在按一下功能键 然后按一下确认功能键 然后现在我们调一下这个号码 首先按一下下翻翻到9 然后我们按一下功能键移位 然后我们按一下下翻翻到9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按一下功能键 然后我们上翻翻到9 现在再按一下功能键确认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复位键 然后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呼叫 请816号复刻取餐 请51819号复刻取餐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公放连接的一个操作 我们进行呼叫一下 请528号复刻取餐 请910号复刻取餐